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最後兩節的問答環節 歡迎各位觀眾 把握機會問郭Sir的問題 電話號碼204-6566 或是傳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group.com-K 我們先看看市況 現在恆指升101點 是24,108點 國企指數升43點 13,602點 成交只有283億 期指升168點 24,124點 高水13點 成交有51,000多張 再轉看內地 上半週收時 上證指數 日中高位見過2961點 低位是2943點 而收市也是倚近低位收市 升6點 報2945點 而滬深300指數 收市是升4點 3234點 而深圳城市升28點 12,477點 來到問答環節 歡迎各位觀眾 繼續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我們先跟郭Sir接聽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陳小靖 你好 你好 請問什麼股份 你好 我想請問保利協鑫 因為我之前已經買了一注 三個六號多 我想加注 但是昨天買不到貨 現在好像今天飆升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應該什麼時候 入貨好 還是等明天期指結算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回吐一點 第一就是保利協鑫的走勢 是不跟指數走的 第二就是股價一直都向上穩高位 其實已經不斷闖一年來的高位 而最主要來說 多貞歸貶的產量是不斷提升的 手執業內的龍頭 估值方面 19倍市盈率 其實相對十一、二倍 都還是高一點 但是不要忘記 企業或業務是有政策扶持的 其實在過往來說我們見得多了 有政策扶持的股份 市場比的市盈率 有時會比較不理性 去到四十幾、五十倍 當然19倍暫時中性不算很高 仍然可以接受 錯失了一個低級的機會 老老實實 早日曾經在那裡見過五元左右 升了那麼多當然又回吐了 但是有沒有發現到四個六左右的水平 已經是不肯下跌了 四個六 第二次就去到四個七都已經不肯下跌了 如果那個時候沒有再加住的話 就比較可惜一點點 今天已經創了一年來的高位 如果你真是不介意的話 唯有就是嚴格追入去 你說期止結算後會怎樣呢 其實很多大南酒都還沒節色 不排除五月上旬的市場會比較明朗 再看走勢 過二人錢的口價 就不要說了 去年的價位 但是 一個走勢慢慢向上行的形態 走得很漂亮 這是有利中線一點的持貨 最重要的是急升過後一定有消化 但是消化有很多種 一種就作一個明顯的回吐 一種是會回吐 但是是屬於緊咬高台而不放的 如果你說一個多兩元上去的話 一直在五元四個六之間 咬住咬住咬住 不肯下跌的話 即是說他讓你走 你可以回吐 兩元回來可以走 三元回來可以走 但是 有人在高台上不斷接你的貨 當差不多消化到七七八八的時間 只要把買本進一步進取 股價自然踢上去 因為要沽那些 可能早前四個六、四個七、四個八已經沽了 如果不介意的話 唯有就現價追下去 還有一手便宜價貨 你拉一個平均價也是很低的 如果你說想買一萬股 錯失了 今早早四個九胡幾十五元留下買 比較可惜一點 如果真的有心要買的 一萬股當中買著五千股 進可供退可守 有手便宜貨賤底 怕什麼呢 陳小姐 還有什麼要問嗎 另外我想請教郭Sir 我有一柱是山水水泥的 就是六元買入的 我見到升幅也很多 不知道應該上網什麼價 今天都升6.4% 就是691山水水泥 現在在做8.6 郭Sir有一柱很低的成本 第一就是又要賺一賺你 沒錯 很多人持貨其實是有心持貨的 但持貨後賺少許就離開了 好像你這麼高的能耐 經歷過 市場反玩覆覆 都能夠持貨在手 其實是很成功的 值得一賺 我自己看 由於水泥的需求 仍然是很大 而且 估值21倍 市盈率 估值21倍 就不算很低 老老實實 但我剛才提到 過去給一些 資金追捧 有些熱板塊曾經的估值 去到30多40多50倍 我都見過 所以 我覺得暫時來說 是高 但不可以用偏高字眼來形容 值得一提 水泥的生產過程的原材料 自己都有 不同 和一些鋼材相關的生產過程當中 一些鐵礦石 你要海內 買回來 原材料價格上升 當然成本也上升 所以變成鋼材相關的股份 其實走勢 一直都是稍微 偏離了整個大市 就是這個原因 暫時來說 已經創了一年來的高位 如果只賺位可以擺 技術上來說 昨天的一年的高位 還是8.25 你可以擺在8.4人錢 擺在指賺位 或者擺在8.25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進一步向上 走路上9元 值得一提 這個小升浪 是由 2月 11日開始 是5.1 5.1 升到8多人錢 升了3元 是50多個巴仙 所以一旦不對版 指賺位到的時間 賺3分1也好 賺1半也好 自己去執行 千萬不要擺在指賺位 到現在股價 跌回到指賺位的時間 又不捨得出 這個千萬不要再犯這個錯 8.25元 8.25元做指賺 暫時來說 你有沒有機會上到9元 當然知道 你都可以把指賺位 輕輕放上8.4元 好嗎 好 好多謝 陳小姐的電話 郭Sir也要回答一下電郵問題 有位家庭觀眾 問Dave 問2628中人壽 打算中線持有 技術上會不會短期可以回到33元 水位 看看2628的現價 現在正在做28-29元左右 問郭Sir 33元這個情況 要何時才到呢 我想暫時來說 沒有那麼快看到 不過都不知道 有個別的大行 將中期目標價 的確提升到33元 中人壽的業務增長 放慢 令股價 這一浪 一直跑樹大事 但事實上 來到現在這個價 我覺得 所有負面的因素 已經多多少少反映了 市 就由低位一路上去 但是 中人壽的股價 就由高台 其實高台說36.5 正在阻止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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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然如果你擺久一點 我就認為有好機會回到 中仁審大部份的資金都投放在A股 A股大家也知道 2009年由8月4日高位3478點 跌足足一年 到去年7月2日的2320點 跌足一年任務投資高手 根本上不可能有理想的回報 但由2320點開始 這次A股的走勢已經逐漸逐漸轉強 近日來說也開始有一點肉視中期雙頂勢頭 所以一旦成功突破的話 目標直至3478點絕對不出奇 相信那一刻中仁審的投資收益也會大為改善 如果不介意中線部署 這些價錢應該是放在那裡 暫時來說是先等一等 當然短期來說暫時沒有太大的衝擊 你問我可不可以到33元 可以 不過不是短期的事情 暫時的阻力 暫時放在31元 其實很多藍籌股來到現在的價格 如果股價稍微反覆或大月 跟基本因素沒有關係 不要忘記 它都是恒指成份股其中之一隻 市場有些期指相關的活動 暫時會阻慢股價的走勢 我們看看這個版塊 內地的受險股的股價表現 中仁壽提過跌3.5元 28.6元 中國平保升3.5元 85.9元 中國財險10元3.8元 中國太平升2.5元 21.4元 中國泰保跌1.5元 34.2元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就有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歡迎各位觀眾 把握機會 傳電郵和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204-6566 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group.com.hk 看看恒指現在最新表現 升近92點 24,099點 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